彭虎每年最盛大的宗教庆典元宵起归 目前已告一段落 彭虎一级古迹天后宫的米包归 重达6600斤 由天后宫主委蔡光明 议员南凯元、欧中凯及天后宫委员一行人 将米包归分送给老人之家 会名起居中心及庙方的一些弱势的低收入户 以将显妈族的慈悲几时精神 让受赠的单位相当的感谢 除了将货车上一包包百米卸下外 随后也帮忙老人之家 搬运200包百米进入厨房储存空间摆放 随后一行人在辗转来到惠民企事中心 送200包百米 根据了解 彭虎开台天后宫元宵节大米包归 6600斤的米包归 由惠阳海运总裁蓝俊生 赞助12万元堆砌而成 另外两支300斤的米包归 则分由议员南凯元、欧中凯捐赠3万元 活动结束后 庙方依照网例 将平安米分送给县内 有需要的落势团体及长者食用 延续元宵节庆 欢乐平安的气氛 因为每年都有做这个工业 就是台湿多利的南凯生 今年就是南凯元 和欧中学义 每年都有这个工业 从四年前四年前就开始做这个工业 所以明年都有六小在做这个 议员南凯元表示 每年元宵佳节结束 都会延续往年捐赠弱势团体的传统 今年元宵过后 米包拆除 由天后宫发放给弱势族群 及想者食用 表达自己对家乡的回馈 给这些社会上的一些 像惠民起司中心的弱势团体 老人之家 然后希望这些长辈们 给他们 然后能尽自己的一己之力 为这些社会上做一些事情 这样子 然后每年都是会决赠 白米给惠民起司中心 跟同屋老人之家 两单位除了派代表接受 之外 更回赠感谢状 感谢天后宫与议员们的 善心意举 让弱势的族群 及长者们 感受到来自社会的 关怀与温暖 记者陈淑慧 王海龙报道